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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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陪他睡一夜 这一下子有三千多人报名 当然他有一个所谓要随机选择 但是呢 有没有这事不知道 然后还有好几百人 三千多人报名 还有好几百人跑到那酒店门口 去到那个酒店大堂 到处打听那个房间号等等 弄到那酒店最后报警 说这个是什么人 这个在网络上散发消息 利用我们这个星级酒店进行这个卖银呢 还提供色情服务 结果警察就来了 的确找到了那个酒店的那个房间 好 那么这位网红呢 这个逃之夭夭了 人民警察呢 就是跟踪追击 他们也想看到这网红到底是什么样 随后追到这个 这个广州的这个某 机场附近的 一个酒店里 在里边 抓到了这个女网红 这个女网红呢 确实是这个比较妖艳 但是这时候看到人民警察痛哭流涕 他只是开了一个玩笑 然后这个三千个网友那么当真了 主动报名 还有好几百人追到他住的酒店 他也觉得这个声势太可怕了 于是扭头就跑了 没想到这个网友是这么热情 然后他这样的一个这个随意的玩笑 却酿出了这么大一个风波 三千色狼追女网红 当然这件事情的后续处理 是不是有涉嫌这个违法 或者涉嫌这个什么妨碍公务啊 或者说这个还是涉嫌这个 寻衅滋事啊 我们就不知道了 但是这件事情 成为了中国的娱乐部分的一个很重要的新闻 但是另外一个新闻呢 也是 最近来自中国各地三千网红 不是三千网红 这个三千色狼 这也说错了 不对 来自中国各地的这个三千个全国人大代表 聚集在北京啊 好像每年都要召开这种两会 在北京一召开两会的时候 我就明白了啊 一定要把这个低端人口给清理走 就拿着展出这儿也赶紧赶走 省着这些低端人口 里边混很多什么上方访民啊 老兵啊 弱势群体啊 干扰这个大会的进程 所以这个三千 这个 网红 我又说错了 这个三千人大代表 他们还真不是网红 人家网红呢 还是有的有几十万 甚至有上百万 损失人家的有几万粉丝 这个三千人大代表 基本上是各级政府那推荐的 也没有什么真正的这个民意基础 后边都是指定的啊 然后这边一些投票 说是这个人民的代表 除了以前 有一位姓姚的独立这个 人大候选人 在地方的人大选举当中 他叫姚立法 叫什么 我还以前跟他联系过 那么他取得了这个进步 终于以独立候选人的资格 选择当地的这个人大代表 之后呢 还有很多像刘平啊 包括李承鹏啊 一大批的人 也说做独立候选人 但是最后都没有成功 而且像刘平他们 等一批人还被抓捕 当然给他其他的名字 都不给他们去独立候选 去到选区啊 去向别人去讲 宣传自己 根本就没有这个机会 那么中国这个三千个 全国人大代表 基本上啊 是两千多 有时候三千 没有什么民意基础 很多都是说 我这个当了大哥 大半辈子 人大代表 没有投过反对票 还有的呢 跟那儿这个 怂尖尖太丘编 开大会睡大觉 那么这个三千人 最近去北京呢 他们要完成一些事情 就是我们这个 习包 你们这些人 天天老给人起玩号 有什么习包子呀 有什么习打地呀 有习特勒啊 就是我们要是在网络上 包括我们在自媒体 毕竟是中共的魁首 我觉得习近平同志 哎呦 这这说错了 这个跟我们可能不是同志啊 现在是习近平主席啊 这个 这三千代表要完成一个过程啊 因为习近平先生领导的 这个中国共产党 觉得这个军委的主席 还有这个党的主席 都没有限期啊 那在宪法里却规定了 国家主席 两任 顶多做十年 那么这个习主席就觉得 这个不太好 啊 最近我看到这个 全国人大这个副委员长 这个王副委员长 啊 在会议上不断地讲 这个 根本的原因啊 就是这个 啊 军委啊 军委主席 党的主席没有限期 那人这个 我们宪法啊 这个人大规定的这个啊 国家主席有限期啊 限期两年 两届啊 说这个是对习主席的 这个权威啊 就这个 有挑战啊 他那他那表达就是这样吗 只有取掉这个啊 任期制啊 才能够对这个 习主席啊 作为这个党政军 这个主席 他的权威 嗯 他的威望 才会产生很良好的作用 这个王 这个全国人大王副主席啊 这个 讲完这一段的时候 哎呦啊 你看周围的这个三千个 哗哗鼓掌 但是呢 我们也看到很多外媒采访 包括美国之音啊 包括这个BBC啊 包括法国的一些媒体采访 就采访很多人大代表 就发现这个三千嫖客 哎呦 又说错了 这个三千人大代表 还不如之前的那个 那个三千色狼啊 那么踊跃和积极 你有些问到 他说这个取消任期制了 你知道不知道 我还是不是很清楚呢 他现在 还没有什么改变呢 还有人说 我们不会回到文革的 很多人还是 有 进入寒蝉 不敢说话 外媒记者 你认为习主席应该 这个 连任多少届呀 连任多少回呀 很多人一问这问题 扭头 有的是 狐疑的 有的是惊慌吃错的 躲开 这个就让我们感觉到 其个别一两个说 那对了 习主席领导的好 我们就要 做一百年 继续永远做下去 我们支持 少数有那么几个 这么理直气壮的 那人家代表被采访的时候 绝大多数都是 要不不说话 要不灰溜溜 你看那个三千个 那个色狼 那网红一说 好 你们 可以报名 找那个网红 可以过夜 跟他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 那些人好 不但踊跃报名 几百上千的跑到人家宾馆 给包围了 就这精神 自己打车 这个自己打 打这个滴滴 打车什么的 自己找那运本 自己开车 自己坐公司车 自己跑去 那这帮人们 全国人大代表 可不理一样 他们所有的吃喝睡 在北京的这些天 全部免费 因为全是人民 给他们掏钱 他们还英明 我们为人民说话 我们做的是党的事业 你看今天党 那习主席公开说了吗 共产党说 就让你们 要举手通过嘛 人大就是举手的机器嘛 举手通过 取消这个国家主席任期制 你们这些人 哎呦 是不是还是有点要脸呢 就觉得 哎呦 这话 有点说的不过去 自己内心觉得这个 又习主席要继续再做两届 继续再往后做下去 这家拥有崇高的威望 他们这些全国人民代表 根本代表不了人民 很多也就是贪官污吏 很多也是地方猎身 你看被枪毙的 被抓起了那些 很多的地方的那种豪强 那帮黑恶势力 很多都是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都是这帮人 其实这帮人苦子里 这巴不得 是不是习近平 他们赶紧下去 顶多再干几年 能熬住 别出事 他下去了 换上一个 别像习近平这样了 这个 盖不吝 玩狠的 真的把这个中国共产党当成他们家的似的 然后旁边还有很多这个锦衣卫 这王爷 那王爷 所以说呀 这帮人 你看那鼓掌 稀了哗啦的 接受采访的时候 是环顾左右而掩塌 能跑就跑 能颠就颠 为什么呀 其实这帮骨子里啊 还真的不太喜欢 这习近平先生 您就继续长期坚持下去 当然你说这里有没有清流呢 个别有一个说 中国不可能回到文革时代 你看看 那么我们最 让人感觉的就是这个全国人大 这个王副 主任还是王副委员长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这个姓王的这位 委员长 这个我感觉是 这个人是 你既然说 这是全体全国人民的愿望 全党全国人民的愿望 希望改了这个国家副主席任期制 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制 不是你调查过没有 比如说你要是全国 全体中国共产党 那共产党应该 做一个调查的一个数字 你起码自己调查 给我们调查一个 全党有多少人支持 修改宪法 主席副主席任期制 共产党没有给你表现出 呈现出这么一个东西来 那你作为全国 人大代表 全国人大委员会 这样的一个所谓中国最高权力机关 你有没有一个民意的调查 有没有做一个民意的调查 然后你这说 全国人民都支持 就是这个瞪着眼 说瞎话 很无耻啊 你就说 其实共产党 你们是这个国家 普天之下莫非党徒啊 率是支币莫非党臣啊 眼看所有的全姓习 习先生了 那你为什么 就理直气壮嘛 这就是党天下 这就是党国的天下 你们这边人大代表 就是降屏独装 那个政协委员就是滑屏 都是一个摆设 索性就公开直接讲 我们就是搞独裁 共产党就是搞独裁 协商一下就是 跟你们走个形势 你们愿意政治协商一下 就好 给你们一点机会 有吃有喝有玩有乐 有职务 咱们协商一下 不跟你协商 那你们算什么 不要你那图章 不要你那花瓶 你们算什么 所以这帮人很清楚 中共政权只要一瞪眼 这帮花瓶都没得用了 这帮图章 你该歇菜吧 这帮举手的机器 该干嘛干嘛去吧 但是我们看到 这个姓王的全国人大委员长 投票的时候 大家投票 鼓掌 他说完鼓掌 那下边没意识 说此处应该有掌声 因为那个全国人大的那个报告里 在旁边那写着呢 此处有掌声 但是这帮人呢 到这还没有意识到 因为在别的 你看李克强要说 我们这些年 取得多少伟大的政治成就 这是我们党和人民 等等等等 说到这儿的时候 鼓掌 说到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谁要把它分裂出去 怎么怎么样 我们绝不答应 这时候会自然的鼓掌 但人家这个人大的副委员长 跟那说了 这取消宪法当中主席和副主席的任期制 任期制 是全党 全国人民的热切盼望 热切盼望 说了半天 这下边还没这概念 这此处有掌声 停顿一会儿 这鼓掌了 鼓掌 那部鼓掌 那个全国人民大 这个王副主任 这个 就停在那儿不讲话 他就忘了词了 你看那个底气 就显然那么不足 就觉得你干嘛 这个躲躲闪闪的 躲躲藏藏的 给人家一种这样的感觉 而且这时候 这个镜头照到习主席 我看习主席跟那儿鼓掌 也跟那儿鼓掌 旁边那儿鼓掌鼓掌 我就觉得 难道就是说 你没有一个国家主席 这个 不更改那个宪法 这个就不行了 只有更改了宪法 那个宪法上写着 主席 没有限期 就是对一个国家领袖的尊重了吗 一个人的威望 一个这个领袖的 一个荣誉 一个国家领袖 之所以被人尊敬 是在于 他为这个国家 奉献了什么 做了什么 他有没有把一个国家 政治搞得那么清明 经济搞得真正的发展 社会没有那么多的这种紧张 大家是基本在平等的状态下 若是一个宪政民主的这样一个国家 那个领袖也不是那么太主要 他不过是 老百姓 纳税人出了钱 公民 选举了他 然后他为这些纳税人服务罢了 不过就是一个公务人员 什么东西都要写在那 你不写在那 和写在那几乎是一样的 所以说我觉得 看了之后 真的是 令人觉得非常的可悲 太可悲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这个国家 瞪着眼 这帮人在那骗 瞪着眼 在那说下话 还组织一些五毛 到处说 哎呀你们 你们海外民运 你们骗什么 你们这个骗什么 那个骗什么 这帮人是 真是 切诸者 切勾者诸啊 切国者为诸侯 这些人窃取了国家 这么多年 拿中国老百姓 当试验品 妄图就永远啊 他那个所谓江山永固 一百年 两个两个百年 你三个百年 你成千年万年 天年亡不万年 喂 总有意思 总有一天 让人捞起来 给扔锅里 所以说 我们看到 就是瞪着眼 就在那说下话 瞪着眼 在那造谣 瞪着眼 就在那举手 瞪着眼 就跟那 这就是我们的国家 我刚才说了 前面那三千色狼 那这些还是出于人性的本能 还有这帮人的内心当中呢 就那种 所谓的 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这些东西 的引使 你看那个积极性 倒是很真实 你看这个三千人大代表 中国发生什么 杨改来 一家几口 最后 真的没有吃了 被毒死的时候 当地人大代表干什么了 我们吃三句青蛙 几十万的小孩 都给弄成那样 长期吃那种毒腩粉 你这个全国 三千代表 在那地方代表 是几十万 上百万的那些 各级的人大代表 你们干什么去了 当那个原来 这个山西 这个发生黑奴工的时候 你们当地的人大代表 干什么了 真是这个 洪洞县里 美好人啊 越思越小越悲凉 洪洞县里 美好人 这越思越小越悲凉啊 这个全国人大 美好人啊 你们没有一个啊 你们做什么了呢 你们真的为老百姓 那还几乎了吗 那前一段好像是公布 是河南是在那某地 有一个人大代表 和这个河南的当地 一个企业家干上了 这个当地的企业家 是人大代表 都想起来了 然后他实名举报 当地官员 原来想 我还说 这是为当地老百姓 服务呢 原来是 这个全国人大 人大代表 是河南某地的 一个大型的 房地产企业集团的 老板 他在跟政府合作 去争一片土地的时候 也帮了政府 做了脸面上的事 政府还给了他一片土地 作为 批给他一片土地 作为他的这个补偿 结果政府新来的那些市长 市委书记改变看法了 没有及时的 给他这片补偿的土地 或者给他办好手续 他就受到了损失 所以他实名去举报 实名的去公开的批判 当地的那个所谓的市长 市委书记 就这样一个人民 人大代表 河南 发生那么多的 这个通过那种 非法采取 那些艾滋病村 河南发生那么多的 生产 假冒伪劣的这种产品 河南发生那么多 欺骗的事情 河南发生了那么多 那么多 那么多 你们这帮人大代表 干什么去了 但不止河南了 全国各地 都是一个德行 这群人 人大代表 他们从来没有代表人民 更不会代表公民 他们代表的 就是那个专制利益集团 一个个都是 昧着良心 干坏事 我以前在北京工作的时候 我们当时是自行级的 那个宾馆 我们在友谊宾馆 这边来 来完了之后 也要住着很多人大代表 就挂着那牌子 当时我们是阿波罗娱乐城 他到我们下边 背着手看 观察 当时我们那就规定 我们要接待这些人大代表 我们这个礼仪 礼姿 特别是我们那个饭店娱乐 也不要喝多的 让人说什么 结果我们那些天 几乎就 就假装着为他们营业 结果呢 我们另外的一个 那个部门主管的 他的那个女朋友 在哪里工作呢 在公主坟那儿 有一个城乡 叫城什么 城乡什么 我都忘了很多年了 那个大厦 那里卖东西 这帮人民代表 哗就涌上去了 买这买那买完之后 然后我这打折 说我们这是 集体的 国营的商场 或者就集体的这种大商场 我们 如果打折都明码 标价的 我们这个一般不打折的 好 这帮人民代表 就围着归台 我们是全国人大代表 你们这是什么行为 你们这北京仗势欺人 把那商场给骂了一顿 之后把那个经理 给叫来了 经理都不行 总经理 之后来了一个副总经理 好吧 你们看着 打多少招都可以了 所以说你看这帮人 就是这都十多年前了 对 十多年前的事了 就这帮人就是这样 这帮人大代表 为老百姓维护利益的时候 没有他们了 但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的时候 一个个好家伙 脸红脖子粗的 你血惯同仁的 一个个那刺牙咧嘴的劲头 你看看这群人 这就是所谓的政治协商嘛 这就是所谓的这个一党执政 多党扶政 是这样吗 中国共产党本来是一党独裁 一党专政的这个国家 现在又指定这个国家主席 一定要永远怎么样 没有任期的这种限制 那就是专制里的专制 这样的社会向后发展 会是什么样子呢 真以为他们都是能够 所谓的这个 具有实用价值主义精神 或者说叫工具价值主义精神 能够精确计算 能够真正的引导中国走向 一个获得更大利益的 经济发展的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梦想社会吗 我认为不可能 我认为不可能 所以说这个三千人大代表 不如那个三千什么 四郎 缺乏那执着精神 而且这个所谓的 三千人大代表对面的 他们这些组织者 或者共产党的这些精英们 那你还不如那女的呢 那个所谓网红 那个网红还公开的这个讲话呢 一看绝对不对 跑了 然后他说我开个玩笑 那你们到底是开玩笑 还是玩真的 那看来你们是玩真的 玩真的 就直接挺着胸脯 那个舌头不要短 那个心啊 不要颤抖 不要哆嗦 就直接说 我就是要独裁 而且独裁你们永远下去 就毛泽东那套就好用 管理中国的干部最好用 管理中国老百姓最好用 我觉得下次直接说的直接些 1989年枪一响 已经证明了 中国的老百姓 你们就是老百姓 就是社会底层 你们就是奴才 奴隶主是谁 就是中共 中国共产党专制利益集团 那五百个家庭 那个天下是你们老子打下来的 今天我想怎么治你 怎么治你们 想怎么玩你们 玩你们 想怎么折腾你 怎么折腾你们 同样也告诉那世界 那个各国 那今天中国 现在老子有钱了 枪杆的刀把子 笔棍的 钞票的 全掌握在手里了 我也今后 不折腾你们 你们算感恩 今后你们谁不听话 我想折腾你 怎么折腾你们 你们再不高兴 我们让红旗再插遍各地呢 好好让你们感受一下 什么叫革命的输出 你们要实在的 要是再批评中国人权 就像邓小平当时说 好你们要吧 我们给你们几千万 反正那么多想出 我给你们几千万 你们傻了吧 整个叙利亚才多少人 全国来才多少人 整个北非加叙利亚 才有多少人 说给你们几千万 所以说呀 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 中国社会的现状 人大代表 不如长纪 不如嫖客 不如这些小 这些色狼 就这帮人 让这些人为老百姓服务的时候 你看不见他们 人那些人还都是自费 这帮人拿着中国老百姓的钱 不干人事 拿着中国人民的钱 不干 不为人民办事 就这么一群人 然后每天你看那个 要五合六的 你看看那镜头 别小红盘 可悲呀 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我们以前说嘛 在我们中国 所有的这些老百姓 包括在海外的这些老百姓 时不时的就被他们给代表了 没事老跟那去代表 最后呢 人民没有了 我们看到遍地 就是他们期待的是奴才 好了 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 三千人大代表 不如这个三千色狼 今后我们讲的尽量短一些 好 谢谢大家 这里是自由中国频道 欢迎大家订阅自由中国 也订阅欧洲之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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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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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